中国是个崇美上美的国家 中华文化始终呈现出美的创造 彰显出美的品格 中国人独特的文化观 审美观和艺术观 形成了中国特有的美学精神 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今天我们坚定文化自信 要对这份由人民创造之美的历史传统 和精神内涵加以传承和弘扬 并在弘扬中实现创新性发展 提升中华民族的审美品质 和国家文化若实力 为此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 联合中央美术学院 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文化传播中心 首次向全社会发起倡议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复兴中国审美 构建中国特色 中国风格 中国气派的国家美学 我们敬惜文字之美 在唐诗诵词 辉煌璀璨的文学宝库中 彰显中国精神之气概 我们体悟书画之美 在色彩风神 墨香血液中 描绘东方美学之意境 我们读懂文博之美 在纵横九万里 上下五千年的广播精神中 探索中华文明之璀璨 我们聆听声音之美 在礼乐风华 私足之韵中 唱响中国文艺之礼赞 我们领略建筑之美 在不宜景患 情随境迁的生动气韵中 感知华夏民族 千年之辉煌 我们品鉴服饰之美 在免服华章 服饰礼仪中 展现大国之风范 中国审美之运彩 美美与共 天下大同 中国之美 立足传统 让我们共同弘扬 优秀传统文化 复兴中国审美